9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 聚军业的工作相当多 很忙 从现在开始派对到2022年底 这个工作量和国内一线艺人差不多 可见聚军业真的很受欢迎 今天小编就要来介绍关于聚军业的旗舰室 以寇龙红遍亚洲的居建业 是奠定韩流地位的先驱 如今更是韩国网牌制作人 且聚军业不济能歌山舞 还很擅长绘画设计 超级全能 1.1996年 一双人团体寇龙出道成为汉流十足 今年52岁的居军业 出道前原本是韩国找名的舞蹈演员 直到1996年 被韩国天王鸡的音乐制作人经常喊发掘 才与同位舞蹈演员的江源 来一起做男团 成为双人租和库隆出道 当时库隆推出首张转 首张转机后 就因夺手Hippie和哈普曲 以及阿人比 饶社区风的新潮各区 震惊韩国乐坛 接下来库隆有评脱离城市 绕绕绕两首歌红遍整个韩国乐坛 更在香港、台湾、国内及其他亚洲国家走红 连续怀育、杜德伟、苏惠伦、草梦等 田往天后都曾翻唱过库隆的歌 之后库隆乐 有来台湾举行演唱会 引发十分热烈的会响 且库隆后来发行的转机还在全亚洲 创下百万销量 真正成为汉流十足 二、演艺事也一度中断 到东大门买衣服 只有身为克隆成员时 才能有力量并无所畏惧 一个人的 我绝对担不到 说出这句话的拘据也 当时正面临卓组合 是否解散的难题 然而好景不长 正当克隆名声阵网时 另一位成员将原来因遭遇车祸 造成下半神痰痪 再加上要处理车祸官司 导致他们的演艺事业一度中断 当时聚俊也 还因此到东大门开店 买衣服 生活十分辛苦 其实聚俊也与将原来 不仅仅是事业上的伙伴 从高中就是同学的二人 一起玩音乐 一起追萌 一起成功 早已建立了兄弟般深厚的感情 事故发生后 聚俊也除了在今身上 鬼将原来孤敬加油 更在武智上能帮则帮 将原来谈欢至今二十多年 聚俊也一直不离不弃 虽然无法再回到荣光的顶峰 但二人 从高中认识至今 超过三零年的兄弟情义更现珍贵 后来聚俊也 在二零零二年时 出演电视剧《纯真年代》 即四月指纹 并于二零三年成立了服装品牌 点栏内 开始经营副业 也以DJ苦的身份 推出首张个人转集光头 密码 正式重启演艺活 三 韩国演艺圈的代表性光头艺人之一 以光头作为个人特色的聚俊也 是韩国演艺圈中 具有代表性的光头艺人之一 不仅拥有外美小画光头造型的外貌 加上健庄结实的身材 很有自己独特的美丽 也让聚俊也在韩国艺人之间 被评为外貌第一 只要以人们之间和到外貌排名 大家总会说自己排在聚俊也之后 至于为何变成招牌光头造型 聚俊也曾在综艺万什么好呢 终结是过原因 因为25岁开始有屌发困扰 聚俊也后来索性把头发都提光了 以用绝后患 没想到反而变成七鲜明标志 让粉丝以为是特地打造的个人特色 4. 曾制作皮拉罗迪姆斯利益另一主题曲 大家 大家对皮拉罗迪姆斯利益另一第一季的主题曲 有印象吗 皮克米在当时节目播出时 大受观众喜爱 不仅旋律性 好 各自有记忆点 阳光清纯的风格业 与联西声们相称 而这首快制人口的皮克米 其实就是由剧军业写出来的呢 也有不少网友人为皮拉罗迪姆斯利益另一四季的主题曲 中 第一季的皮克米是最入儿 最好听的一首 真不愧是韩国王拍制作人居建业 真的超有音乐才华 5. 能歌善舞又擅长绘画设计 另外 剧军业不计能歌善舞 大学就读工业设计系的他也是分擅唱绘画 还曾自己进行舞台设计 被不少网友认证很有审美感 而且之前剧军业派 曾亲手打造出一套钢铁人的服装 为脱致肠土色修盖细节造型 并在《综艺我是歌手》里 两箱可说是非常全能 也因此让剧军业在演艺界内 拥有超人天才底称号 这些年 剧军业常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分向男性穿搭 从街头潮流到硬牌工装 无不张掀他明锐的时尚聘尾 另外 无去尝试新事物的他 除了过人的舞宝音乐能力 还在绘画方面有极高天赋 前阵次还举办了自己的作品展 是个实达实的画家 不仅如此与时俱进的他 还联名发行的《粘粘体》 实在有够吵 而剧军业本人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上更新动态宣传12月31日晚的商务活动将 在新加坡举行 还倒上红色的灯光 在黄洞台下人山人海 非常常燃烧 欢迎光 6.有勇气 涉故现场屠首拯救大塔 2008年11月 剧军业在一场新车 发布会上担任DJ 不料临时设置的观众席家台突然坍塌 坐在席上的嘉宾及艺人都往下坠 当时剧军爷爷受了伤 但他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徒手撑骑到他的支架帮助 大家脱困自己遮留到最后才离开现场 那次被救的 除了张根说 曾宇盛 还有去年评级由于游戏 轰遍全球的李正在等霸咖明行 为此其应用行为还被当时的 还没惯意耀眼的牺牲精神来信荣 7. 时隔20年再度用感觉 爱求婚大S成功 随着剧军业宣布与大S结婚 两人过往情世又再度被提出来讨论 其实剧军业和大S是在1998年素惠伦的演唱会上结缘 当时剧军业鸿遍亚洲各地 他也受到素惠伦的邀请 等开演出 一开始剧军业见到大S第一眼就觉得太漂亮了 而大S也对他展开追求 两人因此坠入爱河 剧军业和大S交往期间 都曾为了对方学习中文和汉文 也经常到处旅游 大S更在教坏文上 剧军业的形式 不过因为大S不动汉文 所以最后文成了喝剧同音的酒 然而剧军业和大S仅交往一年多的时间 就分手 原因是当时剧军业正红 公司有敬爱令 才让两人不得已分手 大S在2021年底宣布 与王小菲离婚 当时剧军业得知消息 就想联系大S表示慰问 于是我打了20多年前大S的电话号码 没想到电话号码没变 而且还打得通 让剧军业决定不能浪费机会 补给勇气向大S告白求婚 而大S也答应了他的求婚 两人分开多年最后又走 到一起晚入民中注定一般 剧军业和大S的故事实在太浪漫 太像有效剧的发展啦 祝福两人 祝福两人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